另一方面 路透社早前爆料指 美国辉瑞疫苗供应链出问题 今年的目标产量被迫减半 引起舆论声浪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部长凯利 今天大派定心玩说 辉瑞的原料供应问题 只会影响今年的疫苗产量 而我国明年第一季度 应该得到的疫苗将不受影响 我认为了解采论声浪 凯利今早在国会下议院回答 公正党半低谷国会议员法米的附加提问时说 政府拨款30亿令吉购买疫苗 已经涵盖运输和储财等费用 无需再缴付其他的收费 国民政府放眼我国七成人口可以接种疫苗